清明 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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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民意的分析,就是不同啦 還有民意代替, точки掇的建設 不管是要保留,還是說維持文化 我們願意配合,結果呢,我們要開花路,我們是有一個地方要發展 我今天才來打拼十幾年,打這個不簡單的生活在這裏流 真的不簡單的,我們這次也沒做就是我沒機會 三十七年已經清修了,人家也沒聽,你今天說你文化處理家,你如果說要怎麼保留,你看你有什麼辦法 我沒有話說,你今天都申收給那個公務局,前線是他們 這個屁樓,對於我們三天,三天哭這些人,三天哭這些人,我去重視他 而且是我三天哭的一個毒瘤,我是把汽油拆掉,我最好 我現在有機會開這個外圓道,我說這是我們三天哭的一個福氣,大家期待 今天我們有邀請三位老師來進行這個病床,我們這裡有這個頂修 由我們團體提供這些利用項目,我們來現場做一個探索 到我們決定後,我們這裡統治這些團體,我希望今天會議會,這就是這樣 鄭裕均部長在全國文化會議也曾經在最近也指示說 他提出我們的公有資產,包括說唐業鐵路,鹽業鐵路,各種 他正在遭遇系統性的悔氣,那就是說在過去,我們從來 我們政策上沒有去重視這些東西,但是今天我 一個政事上的風向起來了,鄭部長他答應我們了 我是希望說,是不是能趁著這個風勢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做好,我們台南可以做一個起頭 我們絕對,絕對不是在阻礙西港的發展 對我們西港的發展,比所有事情都還要重要 正是因為我們太在乎西港的發展 所以作為西港特色的西港旗戰,跟這些唐業鐵路 他們應該要被保存,他們應該作為西港非常卓越的一個特色 來被保存,就是我們在後續的維護管理上面 我們也都有在思考,都有在琢磨 在我們第一次提文化景觀的時候,我們也提出說 從這邊到家裡堂場,到總爺堂場的一個三角鐵道生活圈的概念 我們是希望這三個點,他們都同時作為過去 無論是南北線,無論是八分線,無論是西港線 這個三線交會處,它是有一個重要的 這三個重要的節點,都可以被整體系統性的完整的保存 而且可以去做整體的觀光規劃 我們先從西港線開始,我們台南過去是 台灣,整個縣市裡面,過去是唐廠 唐業鐵路最密集,最茂盛的 可是今天,雲林線跟嘉義線都提出了前站計畫 甚至五分車到富時,延伸到高鐵 而反而觀光在台南,他們,我們這裡 保存了這麼多 這麼完整,尤其西港線 只有我們自己的踏場,我們發現說 上面的鐵路以及相關的設施,所有的路基其實都在 甚至,過去,雖然西港大橋上鐵路已經消失了 但是在西港大橋上橋前的這個路基,它對過去鐵公路供構 對這個,以及它都還存在 西羅大橋的已經消失了 但是西港線,這邊居然都還保存著 這對台灣的鐵路史 這個鐵路史來說 是對我們台南這邊來說 這是很重要的歷史證物 過去南北線,它過西港大橋前 最後,因為在海寮,對岸海寮那邊 其實已經 遺跡是幾乎是找不到了 那反而是西港這邊 有留下這一段 那算是說,如果保留下來的話 其實說 它還能夠去見證這一個歷史 這個部分 這邊,我們的位置是在這邊 對對對 這個就是這一邊 對對對 我很簡單講,如果它這樣的強度 我是沒辦法 因為看起來 很破順 如果就這個 但是如果現在再看過來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它的 隱藏的 我們還不知道的 一根委員,就是說上次 那個文化警官勘場的時候 那有個原因有做建議 就是說我們開闢道路的時候 我們那個鋼軌 我們就放在人行道上 然後我們會保留它的鋼軌 然後設立解說牌 相關的意向我們都會保留著 然後讓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台塘的鐵道 那上次都有紀錄的 我是這樣子啦,我今天看完的感覺 跟我剛剛一開始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如果就你們徒手畫的 我會贊成 但是就我現在看到的 我會反對 因為它的量如果夠大 它是不是應該被移開 就要重新討論 從7月到現在 我們其實做了兩次的提報 那第一次的話 主要是提報的類別是文化景觀 那其實這也是 我們認為說目前像西港旗戰啊 然後還有南北平行玉貝線 那唐鐵西港線 比較符合的一個文化資產的類別 那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在經歷過7月8月各一次的現刊之後 那時候其實是在台南市有15名文資委員的情況下 但是總共只請了四位委員 而且兩位 其中兩位還是外聘的委員 所組成的一個專案小組去進行會刊 那之後呢 就被認定說沒有要列策追蹤 所以這是我們認為比較遺憾的部分 那當然在這之後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怪手隨時都會進場 來拆除這邊所有非常保存非常完整的西港唐鐵的遺跡 還有西港旗戰 所以我們又進行了第二次的提報 那這一次提報的類別是提古蹟 那之所以會提古蹟這樣子的類別 其實我們當然也知道說可能對文資委員會比較為難 因為當然就是這個部分還是比較符合文化景觀 那但是會提古蹟是因為我們當初收到文化部這邊的一個回應 就是說在緊急情況的時候按文資法第20條第二項 是可以淨列為暫定古蹟 但是文化景觀的話 它要變成暫定文化景觀 它唯獨是有在它進入到一個實質的審議的程序之後 它才可以被列為暫定文化景觀 所以在緊急情況的話就只有20條第二項的暫定古蹟 是我們可以運用的法律工具 就是關於未來策略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在昨天的時候就已經進行了一個 跨縣市的文化景觀的提報 那我們提報的範圍其實是一路從台中到屏東 還有甚至還有繞到南投 那一整段的南北平行預備線 我們都希望可以有整體的 而不只是斷點 而不是單點式的這樣的保存 現在外環道原本 目前的設計規劃是會預計要砍掉這一路上 包括TC他們家種的 從它的工開始種下三代的一些老樹 然後包括其站的一些樹都會被影響 光是這一條短短的距離就已經有超過五 有五顆是可以提報說台南市的珍貴樹木保護的條例 對 然後其實這是非常難得 才那麼短短的距離 然後包括這裡整個生態 它的整個綠樹群 然後還有這些老樹 它可以在這裡長得非常健康 農那麼久 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也是我們之所以 希望道路可以變更設計的一個 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保留這些自然生態 然後對於環境的衝擊不要再讓它更嚴重 家瑜大學剛剛這一個 那個詹老師呢 他們鑑定之後 那我們如果說有達到資格 我們就會送到我們的樹委會去審查 大概就是先跟你們這樣講 那這些資料呢 就是還是要等齊全 然後如果說齊全之後 我們就會含附它是一個 核定中的樹木 然後按照我們那個 台南市正規樹木保護知識條例 第八第九條的部分 規定來辦理 你看看有沒有年輪 如果有就可以估算那個生長樹域 如果沒有 一般還說是很難 就是說 核後的話 在核定中的一個案件的話 那如果它沒有 經過主管機關統一室 不可以移植 跟考察或者侵害這樣 所以還有很多人 提到他那樣 我們都不可以移植 然後是要做健康笑了 會發生的事